你是什么学历 我是中专学历 你有多高 有1米5吧 你是大专是吧 是 你有多高 1米84 你弟弟多高 我弟弟1米86 比你还高 对 你觉得你的弟弟 他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你这个做哥的认为是般配的 大概相同的同学 跟他就是一样 找他这样的可以吗 也可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因为我的爱情观 那个 我的爱情观是 这招好欺负的 不找好的 不是 我告诉你 其实他根本就不怕 你说我带着孩子要跑 他觉得你是跑不了 你看你个儿又矮 长得又一般 中专学历 能找我这1米84的大专 偷着笑吧 你还能跑 他有这种优越感的 如果他没有这种优越感 他大概是不会这样欺负你的 说他迂笑 那是夸奖他了 他何曾自己亲力亲为地做过 孝顺母亲的事 或者是调解婆媳之间的关系 洗过衣服做过饭 他没做过 你说他在自己弟弟面前很仗义 那也是错的 他也不仗义 他给弟弟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是自己挣的 他要么就是儿子 读幼儿园的钱 要么就是父母的钱 又不是他挣的 他好歹如果能多挣点钱 拿自己的储蓄 不经过老婆商量 支持自己的弟弟 好歹还说得过去 他既不是愚孝也不是仗义 他就是一虚伪 我说一句话 你偏不爱听 你的弟弟一个大学生 毕了业之后 还躺在自己哥哥和嫂子 租住的房子里 傲吃懒作 衣服不洗 碗不洗 天天两三点钟 你说他自觉吗 他是一个有素养 有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吗 你不觉得一个女人 跟你说一个一米五的 你不觉得一米五的 不洗 你不不洗 他自己在绘大学 后来 你我们不愚耳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